这是我国已挖掘墓葬中最大的一个 墓主人是秦始皇的祖先秦景公 他的面积和足球场差不多 墓室深入地下25米 站在旁边如临深渊 墓道的长度更是超过300米 但也因为太过惹眼 历史上曾被各大盗墓门派当成了科目山实训基地 密密麻麻几百个盗洞 把大墓捅成了丰罗煤 成了全中国盗洞最多的古墓 参考旁边正在发掘的陪葬车马坑上的盗洞 可以看到不同门派不同时期的盗洞 风格还都不一样 业务水平也参差不齐 考古队从1976年开始挖了10年 创下考古界之最 但虽然他们感到恐怖的却不是盗洞 他们现在二层台积上 发现了20具被大蟹八块的尸骸 然后又在果实周围 发现了166具呈蜷缩姿势的尸骸 这就是恐怖的活人殉葬制度 这些人分属三个阶级 最低等的20人是战俘 用于祭祀 性质和宰杀牛羊一样 紧紧围绕在墓主观国周围的72人 是大臣和嫔妃 外围一圈94人则是家奴 那他们是自愿殉葬的吗 古人会觉得 跟随先王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侍奉 是自己和整个家族的荣耀 当然不愿殉葬也是人之常情 墓主的弟弟就很害怕 提前跑到了晋国 到秦始皇时期 活人殉葬就演变为了 陶土制作的兵马俑 秦景公为自己准备的豪华棺果 用了680根千年不符的百墓 累积而成 这种名为皇长提凑的墓葬形式 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使用 可身为诸侯国国君的秦景公 却敢僭越 如此看来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 并非平地起高楼 早在百年前 他的祖先就把称霸天下的野心 掩藏在了牧师之中